的金曲獎 國語歌後寶座由林毅蓮打敗蔡依林拿下 評審團主席陳山寧說 在第一輪投票時林毅蓮就贏了 不只贏過蔡依林 也是贏過其他的入圍者 林毅蓮細緻的作品相當令人驚艷 另外國語歌王的部分 六王則是打敗李榮浩拿下本屆的最佳國語男歌手獎 而今年的黑馬不少 最佳台語男歌手獎則是由51歲的流氓阿德拿下 而原先呼聲最高的徐富凱則是六度共孤 而台語歌後則是三度叩關金曲的江惠依奪得 最佳國語女歌手獎得獎的是 林毅蓮恭喜 林毅蓮打敗了蔡依林拿下本屆金曲獎的國語歌后寶座 不過林毅蓮沒有出席由陳振川代為領獎 這回歌后寶座競爭激烈 但是評審團在投票時 林毅蓮的作品第一輪就打敗了蔡依林 她這一次的專輯帶來非常非常多細緻的東西 這個是她過往的專輯也沒有的 所以我們一致認為其實要打敗林毅蓮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所以不是其他的歌手不優秀而是真的難度很高 直呼林毅蓮作品太強了 直接KO所有對手 國語歌王部分立友王打敗了李榮浩拿下本屆最佳國語南歌手獎 能夠身在台灣是一件非常幸運也非常幸福的事情 身為一個創作者一直以來我都是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我認為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 這是一件最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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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 至於最佳國語專輯獎則是由韓國華僑孫勝熙 在蔡依林林毅蓮等天后競爭當中以黑馬之字拿下 真的很像在夢遊一樣就是剛剛那首歌 我真的剛剛在放空因為絕對沒有想到是我 所有夢都沒想到是自己讓他高喊實驗專輯大成功 國語歌後廝殺激烈台語歌王則是由51歲的流氓阿德拿下 許富凱六度鞏骨 流氓阿德 至於今年的台語歌後則是讓三度叩關金曲 將會贏奪得金曲30國台語歌王歌後黑馬不少 記者台北做夢到